五星团长埃克马放话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他是在和党主席唱反调吗 你好 欢迎收看TTV快报 我是叶思雨 巫统主席阿姆扎西 昨天指示党领袖 不要骚扰有党 但埃克马却似乎有不同意见 埃克马昨晚在面子书说 如果怕被别人骚扰 就不要先骚扰我们 别以为你骚扰我们 我们会静静不出声 其他人或许会这样 但我们不会 埃克马重申 他和乌亲团只是给予回应 而不是主动挑衅 埃克马并没有点名任何人 他曾经多次说明 他针对强制亲征认证课题 抨击行动党副主席郭素沁 只是为了回应郭素沁 而不是主动攻击对方 昨天阿姆扎西强调 西蒙不需要向巫统道歉 并提醒巫统领袖 不要骚扰有党 柔佛乌统树立主席 诺加兹兰随后回应 他将听从指示 柔佛乌亲团长诺阿兹林也承诺 他会成熟的处理和盟党之间的分歧 乌统最高理事不爱同意 贸工部副部长刘震东的观点 那就是下届大选 是团结政府真正的考验 看团结政府能不能继续维持 或只是一届政府 不爱在面子书发文说 如果没有荒谬的方案搅局 西蒙和国阵合作模式 有望在来接大选中取得巨大胜利 他说大选的考验涉及 议席分配竞选机关的共识和竞选宣言 关键在于信任 不爱认为 如果马格达补选的势头能够保持 并不断改进 团结政府大胜并非不可能 与此同时不爱提醒 团结政府需要在剩下的任期内 向人民展示政绩 但他也强调 对巫统而言 争取释放前首相纳吉 依然是巫统的主要议程 国阵在马格达补选大胜后 刘震东表示 西蒙和国阵联军 是第16届大选的胜利方程式 刘震东说 选票的可转移性 意味着西蒙和国阵的合作 可以达到1加1至少等于2 而且有潜能待于2的选举效益 郭苏沁成功取得庭令 扣押并出售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 加马的房子和物品 以便支付加马拖欠的5万令吉堂费 2022年吉隆坡高庭宣判 加马诽谤郭苏沁败诉 必须赔偿 郭苏沁30万令吉及5万令吉堂费 无论如何 郭苏沁的代表律师向媒体透露 法庭法警今早到加马住家外 按了几次门铃 但过了15分钟 依然没有回应 来关注一个精明网络项目 One Best Wnet的案件 消息人士向当今大马透露 反弹会可能传召教育部前部长 马哈基尔和穆尤丁 以协助调查这种案件 消息说 一个精明网络项目 是在穆尤丁出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启动的 而穆尤丁被开除后 接任的马哈基尔维持了这个项目 消息也说 他预计反弹会将会传召这两名前部长 因为他们是决定政策事务的人 反弹会9月开始调查此案 并且已经搜查了杨总理通讯 和某个政府部门办公室 并传召前教长马志里给口供 马志里在2018年出任教长时 终止了这个项目 反弹会高级助理凯撒万透露 反弹会至今已经追回70%的一马公司资产 这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0% 凯撒万接受Chili Sauce访问时说 大马在一马公司案中损失了很多钱 但幸运的是已经追回了大部分资金 甚至在国际上 其他国家也邀请反弹会 分享如何成功追回这么多资产 这让反弹会感到自豪 凯撒万表示 已经追回的资产包括名化 伦敦的房产和一艘豪华游艇等等 他还开玩笑的呼吁刘特佐回国 说马来西亚想念你 但反弹会更想念你 我们甚至不知道你现在长什么样 你最好回来 国家银行金融市场委员会指出 令吉是全球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 今年第三季度对美元升值了百分之十四点四 从今年初至今已经走高百分之十一点四 国行表示 令吉的强势表现主要归因于美联储降息五十个基点 以及进一步降息的趋势更加明确 国行也表示 随着大马经济的强劲增长 投资者对大马的信心有所提升 因此外国投资大量游入大马 你在使用WhatsApp吗 如果在用的话 欢迎到WhatsApp的频道 最终当今大马 有了当今大马的WhatsApp频道 你就能通过频道推送 即时收到新闻消息 欢迎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打开说明栏里的链接 马上加入当今大马的WhatsApp频道吧 记得打开小铃铛或取消静音 这样才能收到推送通知 避免错过重要新闻 前财长达英的妻子 奈伊玛早前援引彭博社报道 到警局报案指控安华滥权 指示反弹会对付她和丈夫 今天奈伊玛的两名代表律师揭露 警方不但没有调查安华 反而调查媒体和记者 两名律师今天发文告要求总警长解释 警方为何没有按照投报调查首相滥权 难道首相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们认为 警方目前只调查彭博社和记者 只是要转移注意力 这种做法非常可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G TV的灭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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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